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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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平安喜樂 我是來自屏東市招會的 跟劉嬌寶姊妹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贖回光陰 被主得著 哥羅西書三章十六節上 當用各樣的智慧 讓基督的話 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 在神的經文裡 神在子裡面 並藉著使徒和聲嚴者的說話 使我們得以在屬林的生命上 充滿化 充滿靈 充滿瘟食 屬林書號非常的吸引我 不久之後 自己也成了不是書號者 但是 好情不常 因著工作勞累的緣故 渐渐失去对主的渴慕 所有的属灵风景都给蝗虫吃惊了 感谢主来到壮年班 这里有追求属灵书报的风气 借着属灵操练表的实习 我开始了每日定时定量的属灵之河 有一次教师说道 主的恢复就是约瑟的粮仓 借着这份指示 已经完全地向我们启示出来了 因此我蒙了光照 看见自己过去就是那只 饿死在丰富粮仓里的老鼠 于是我更加坚定持续地 天天地阅读树灵书报 天天地享受数天的粮食 如人的破碎与灵乐出来 祭司的职份与神的建造 经过这一年大量的阅读 渐渐的被主的话构成了 毕业后回到招会中 愿意将自己从属灵书报 所得着的与弟兄姊妹一同分享 各处怜悯 我愿成为神的飞鱼 往全地区推广神的真理 亲爱的弟兄姊妹好 我是老鼠